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灵剑二 做起来长成什么样子 长得像这样子 你们要能够培养着 从二D的图面 把它变成立体的图面 好不好 怎么做 你先从大的方的来做 建议啦,这是建议啦 但是建模方式很多 你们自己参照 第一个 先做什么 也可以先做 这个方块 对不对 这方块,草图 尺寸 也是60x60 对不对 再来 做上方的 有一个孔 这孔很大 很扁 很圆 为什么会这孔啊 对不对 这孔做什么用的啊 你有没有想过啊 这个就是搭配零件一嘛 对不对 这个孔 薄薄的 浅浅的 多浅 1mm 这个之前讲过 为什么这么薄 要到时候要放这个 这个环 零件十 零件十是什么东西 你忘了吗 防漏环 橡胶做的 对不对 放在这边 那零件一就套在上面 对不对 这样就1跟2 油就可以从2 往上流 对不对 流 哎 流就要有孔洞啊 对不对 所以下一个 就要有这个 像半月形的油孔 对不对 半月形的油孔 哎 同学 你看这个半月形油孔 还有一点导圆角哎 R0.5 有没有 对 所以你在 做这个半月形的 草图的时候 相关的尺寸 我放大在这里啊 看到了啊 它是有一个偏心的哦 对不对 哦 所以画一个半月形的 倒油孔 最后你再把它 倒一个圆角 是吧 然后做一个挤出嘛 哦 然后你下一个 半月形的这个油孔 就用 对称嘛 对不对 就直接把它 对称 再做挤出 这样OK哦 哦 好 再来 做完了上面的 所以你就会得到 两个油孔 是吧 最后再来 你要找到一个工作平面 是吧 这工作平面 跟这个YZ平面 这里要做一个偏移 那你猜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平面 就是要做这个横向的管路 对不对 哦 所以我们下一个就做这个横向管路 这个横向管路 就是 这一个管路嘛 有没有 所以各位同学 你就从这个中心的地方 对不对 挤出 当然你一定要做圆啊 是吧 然后这也要挤出过来 这样哦 挤出多少 题目也告诉你啊 62 有没有 这个是在题目页三分之二页的 前视图这边 这样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哦 这个挤出这尺寸 给你看一下 好不好 15 10 好 再来 做完这个横向油路了 接下来 再挤出 对不对 这里 这里有一块啊 就是这个地方 那我把它转一个方向 你看一下 有没有看到 哦 这有一个挤出 所以你们要做 一个 做法是给你参考啦 有没有 做一个 一块这样 然后 举形 对不对 然后往下 做一个 挤出 是吧 它就会跟这个 前方的这个相切 好 再来 下一个你可以做什么 导圆角 导圆角 它是导在内部 不晓得 你看得到 绿色的虚线 那个东西了没有 哦 看到啊 这个地方 来 导圆角 再看一次啊 好 再来 再导 这周边的圆角 再来 下方 抓一个工作平面 为什么 为什么 要想啊 刚才已经做完这一块了 对不对 这里 一定要做下面这个 法兰接头吗 是吧 那你要去想啊 那你这个工作平面会抓嘛 对不对 就从这个中心点 到这里 多少 15 有没有 所以你要看右侧视图啊 再来 挤出 挤出这一块 浅浅的 蛋饼 对不对 那这个蛋饼 就在这一块嘛 是哦 好 蛋饼 蛋饼把它挤出来 好了 草图给你看 给你看一点 OK 大一点 这蛋饼直径 20 距离这里中心点 47 是吧 好 挤出了 再来 下一个做什么 再挤 中间的通道 对不对 中间的通道 尺寸都在 这里 解密看清楚 看到了 10 这个题目都有啊 有没有看到 5 10 好 下一个你可以做什么 一步一步来 再找一个工作平面 是不是 工作平面在上方 做一个挤出 因为这边有一块像平台的 像阳台的东西 是吧 而且是三角形的哦 是不是 你们有没有看过飞碟是三角形的 有 对不对 你跟我一样都看过嘛 那有 有没有进去过 有 也有进去过 那就更有感觉啦 对不对 所以你们做这个三角形的飞碟 对不对 浴饭团也好啊 三角形飞碟也好啊 他就是 做三个 5 12的圆嘛 然后你再做 外 直线的相切啊 对不对 不过最远最远的这个圆 距离这里中心77 有没有 这里不是 你就按照这个俯视图 这里不是77 对不对 你就做这个三角浴饭团 而且是压扁的三角浴饭团 对不对 这样知道 你就挤出这一块 好不好 相关尺寸给你看 你自己暂停哦 有好奇你就暂停了 这没有说什么是标准的 再来 这个三角浴饭团这边 真的是简单的三角浴饭团吗 好像上面会有一些 小瓶片 对不对 有没有看到这个小瓶片 看到了哦 它是为了支撑它的那个结构嘛 是吧 所以这个草图 你也要画 understand 来放大给你看 这个小瓶片 它其实就是圆圆 然后再画矩形相切 然后做挤出 好 OK哦 再来 下一个打孔 打一个螺孔 你油才可以从这里 对不对 到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 你还记得吗 我们是不是会放一个管塞 剑漆的管塞 是吧 对 这个草图就不讲了 这个这里就是M8 有没有 好 再来 下一个 下一个是什么 这里 这里 我们从下面来看 这个东西 这里有一个挤出 在里面 接下来你看这个 半月有孔这边 有没有 它这个 好像没通 所以你还要再挤一次 对不对 这样挤过来 才make sense 有没有看到 这个地方 放大一点 有没有看到 再来 再做这个圆角 四个地方 板形 板块 这四个圆角 板块这四个圆角 就R6 有没有 这个地方 有技巧 用挤出 才会通 好 再来 下一个 这边来 这一个 看到了 下四方 圆 往下挤出 因为它 下面有凸出来 有没有 有哦 对哦 看得到 这四个东西 这四个东西 直径都是 发音十二 这个题目要看清楚 有没有 这四个嘛 然后这里不是有 凸出来吗 是吧 OK OK 好 再来 当然这是参考啦 你自己 选择做 打孔 这四个孔 再来 大概 接下来 接下来就是做一些 圆角 下方的 圆角 是吧 下方 这几个圆角 再来 这里也有圆角 有没有看到 绿色虚线的地方 有圆角 好 再来 挤出 来看一下 有什么不一样 这里是平的 然后放大一点给你看 来你看 有没有 这有多这一块 那为什么会有这一块 这个地方 有没有 那 因为你这样做 它 就 孔洞就不见了 对不对 所以再放一孔嘛 好 当然你 你自己想想看 步骤是什么样 都 参考啊 好吧 再来 圆角 这些 三角饭团 飞碟的圆角 好 再来 挤出 挤出它的 孔 孔在下方哦 啊 有没有看到 是下方这个接头的地方的哦 这四个 好啦 这四个 草图尺寸也给你 看到啊 这个我就 不多做 赘述啦 看到啊 915啊 你做一个 在这个圆上嘛 把它做好 约束啊 对称啊 在里面打孔啊 是吧 打孔 这个孔 先做这四个 再做这个孔 哦 再打这个三角饭团 周边的孔 哦 大致这样 就 完成啦 好 这是 剑二 剑二的 这个 底壳 底壳 哦 就完成 这里 这里比较 tricky的地方 哦 就是这个地方 小心一点 好不好 小心一点 谢谢 好